这个药三天以后一定要吃下去 然后睡上一觉 睁眼就是东林的大好河山了 11月献偶混战 各路顶流纷纷下场 引发了网友极大关注度 在这接骨眼上 难得有一部古偶剧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圈了 就是山有木兮木有心 依然没逃过被群巢的命运 那些献偶剧被关注 都是因为有顶流坐镇 而这部剧基本全员新人 按理说关注到的人不会多 却因为这部剧集齐了七位美少女 有不少05后大家看着长大的童星 所以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但转眼一看男主 观众两眼一抹黑 不仅因为男主是生面孔 还因为这长相确实不适合古装 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山有木兮木有心是古装玄幻剧 讲述的是大争之士 群雄逐鹿天下 雪落族圣女心悦 拥有可亏天机的神木 于是诸国传言 得圣女者得天下 诸国争抢 列国纷争 圣女何去何从的故事 看似是大女主的故事 其实这部剧完全就是捧男主的 陈家赫在剧中一人分尸二角 同时饰演了富黑机制的东陵王赵光业 以及雪峰山神术太初 但他声色的演技完全无法诠释好两个角色 眼睛睁不开 长相太路人 而且脸型体型都显小 就像一个小孩 在其他剧完全就是小丝 配角的角色 被一众配角碾压 所以开播首日 这部剧就被一星刷屏 剧情散乱 男主太劝退 可惜了那么多的美少女 和一众男配 这部剧的男配们 有古装爹爹专业护郑国林 虽然年龄大了 但仪态不减 气势自然超过男主 还有米热 虽然一直不温不火 但五官一直很好看 和男主比起来 赢得不要太轻松 还有七培心 演过陈情令的金灵 虽然不是高大帅气的男主脸 但也有自己代表角色 而且比男主好看很多 女演员平均年龄不到20岁 虽然不是当红流亮 但基本都是大家看着长大的童星 路人员很好 女主新月公主的扮演者是周样月 2007年出生 今年16岁 演过小戏谷 《红楼梦之刘姥姥晋大官员》中林黛玉 和小戏谷 《黄飞红之诗王争霸》中十三宜 扮演秋蚁公主的是裴嘉欣 2009年出生 今年14岁 曾参演过《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云西传 《流星花园》 《小女花不泣》 《浅情人不知》 《我的时代》 《你的时代》 《小女霓裳》 《玉楼春》 《假日暖洋洋2》 《浊浊风流》等众多热门影视剧 大多饰演童年或少女时期的女主 孟一郎的扮演者是刘奇矣 2008年出生 今年15岁 也演过不少女主童年或者少女时期 周生如故的少女璀石仪 胡诸夫人的少女方海誓 且是天下的少女风夕云 《沉香如泻》的少女言诞 《青薄公主》的扮演者是张婉 2010年出生 今年才13岁 参演了《外科风云》 《我们的少年时代》 《橙红年代》 《以天屠龙记》 《庆余年》等十多部影视剧 还有18岁的赵宇童 24岁的朱圣一 24岁的人青纳姆 都算养眼 制作方集齐了七个美少女 并没召唤出神龙 而是被群朝的男主 男主陈家鹤不是童星 也没演过其他配角 第一部戏就是众星捧月的男主 虽然网上连年龄都查不到 但背景肯定不简单 网传陈家鹤的父亲 是上市公司老板 陈家鹤算是富二代 陈家鹤有演员梦 父亲大手一挥 就量身定制了古装剧 这部剧看制作成本并不低 找来年龄相当的女演员搭戏 特效和置景也还是花了功夫 总共40集 而且是二大网络平台联播 不管观众反馈怎样 至少这个小少爷还真是圆梦了 那么 这部剧你有没有在看呢 于正果然最爱吴锦言 新剧让十几位当红女星作配 装造还好看 在当下娱乐圈 一个成功的作品 有时候不仅仅是演员表现的胜利 更是制作团队精准定位 和深入人心的营销战略的胜利 未有暗相来的热播 让于正打了个翻身仗 网友都在调侃 于正应该感谢周也和王兴月 那么歹毒的装造 男女主都扛住了 演技也不错 让这部剧成为了十月份热播剧 而这部剧之后 于正的另一部古装大剧也备受期待 男主依然是未有暗相来的男主王兴月 搭档却是大了十一岁的吴锦妍 这部剧就是改编自小说 嫡价千金的墨语云间 沉寂两年后 于正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部大型古装剧 新剧中吴锦妍美出了新高度 一改大家对吴锦妍以往过寿 穿古装就像吉娃娃的刻板印象 而且原著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大女主爽文 薛芳飞上一世被欺骗惨死 这一世重生归来 成为了江家的二小姐江黎 让前世的仇人一一付出代价 重生复仇文本 一直深受大众喜爱 这样的作品影视化 自然引起了网友们极大的关注 于正不仅让前些年演技和长相 一直被诟病 吴锦妍挑大梁 公布的定妆照 更是让大家眼前一亮 妆容服装造型都很给力 吴锦妍每一张都没得一步开眼 这妆照比起未有暗相来 好了不止一点点 同样是王兴月在墨语云间的肖横 都比家主帅气不少 这部剧的标签是腹黑深情 权倾朝野 才21岁的王兴月演绎这样复杂 厚重的角色 还是很厉害了 这还没完 还邀请到了一众当红女星 和新生代美女给吴锦妍作配 果然是力捧的对象啊 比较眼熟的女星有张雨起 这次装扮很艳丽 一身红衣梦回妖猫传 还有陈乔恩 和于正多次合作 这次演妈了 出演吴锦妍的继母 绿色服装 精致朱差 显得雍容华贵 有当家主母风范 还有张萌 这次装扮十分朴素 暗色不一 不金盘发 就像寻常百姓的装扮 和红杉扮演叶尖 装扮也算重规重矩 还有林静扮演校长 董璇扮演叶珍珍 李梦饰演婉宁公主 这阵容是真不错 最好看的莫过于 这两年正处于上升势头的年轻小花 刘仙宁扮演江若瑶 偏向小家碧玉 红衣舞动 全是绝美女间谍 杨超越扮演江若宇 一袭白衣至深雪地 氛围感十足 到时又要惊鸿一瞥了 孔雪儿扮演之言 抚擒这张好有气势 吴嘉宜扮演穷之 拍过那么多余证据 这次造型还真算特别一点的了 艾米扮演童儿 这发际又是丫鬟吧 除了艾米 未有暗香来 赵嘉敏也来了 扮演柳絮 这个造型有够奇葩 头上就像白色玉花 和其他人不是一个画风啊 蒋依依扮演司徒九月 造型比较华丽精致 浓眉大眼 还有抑郁感 还有陈雨贤扮演江玉娥 张小婉扮演云霜 管月扮演香巧等等 这么多年轻小花 还真是赏心悦目 极其各年龄层次的美女 有当年美人心计的味道了 随便一个小丫鬟都好看 不知吴锦妍这部剧 能否成功翻身呢 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